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醉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停不下来的王一博 话题一个接一个 辟谣都需要排号 没想到这两天的王一博会这么忙 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 外界都在给他塞大饼 围着他的话题 一个接一个 非常的精彩 开门见山说一下 王一博和李庆合作的金色征途传来好消息 很可能在下半年上映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热议话题 翻味的说法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 这部电视剧将会在淘资家网络播出 还是不能上星 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这也是一难评的地方 王一博拍的电视剧 品质都不错 如果风起洛阳有匪兵与火都稳稳拿下好口碑 可惜都是没有同步上星 着实有点惋惜 不过这次居然会有平凡的说法 让人啼笑皆非 这是大男主的一部剧 王一博作为主演 金融失位若来的故事 其他人都是陪衬 各位制造话题适可而止 王一博的热度不够高吗 他的剧上映 不愁收视率 更不必担心话题和热度 他自带 怕的是 别人想要过来蹭 本以为这就完事了 没想到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瓜 说王一博或将出演 郑小龙导演的作品加在北京 说的有头有尾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真的 并且人物角色很符合王一博 喜欢运动 钟爱赛车 这个人设 王一博出演却是在合适不过 不过很快王一博方对此给予了否认 这个速度却是快 辟摇手当其冲的一个 这个节奏看下来 王一博的团队势力起来了 不过后面的讯息 一个接一个 明显需要排队处理 都知道月华是一家依赖 王一博的公司 这次的杜华女士居然邀请了狗仔子们来公司 有些大吃一惊 他们也是带着好奇的心 问及关于王一博的好几个问题 有个不能提的话题 显然是这次热议的焦点 那就是伯军一销是真的吗 结果杜华明显被问猛了一下 回复说 刘大锤是真的 还有就是公司艺人中 他喜欢谁 无庸置疑就是摇钱树 王一博啊 还能说其他人 哪怕是心里有其他的答案 也不能说出口 还有一个就是 王一博是否回归这救世街舞第六季 得到的答案就是 保密 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 说明回归的可能性不小 常驻估计不能确定 起码会出现 跳街舞的王一博 是他魅力和实力的呈现 也是不一样的他 在自己的领域中 他有自己的腔调和个人魅力 除了这些以外 忙里偷闲的王一博 久违的发了自拍照 头戴哈雷帽防护镜 很随性的一张自拍 给这两篇忙着澄清的网友 开心不已 这是时隔一年后 出现在王一博个人平台的自拍 拍得很糊 但是很实诚 很符合王一博的风格 从来不给你整什么美颜 凹造型 精修图 主打一个自然态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